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们是下午的5点钟了 现在正在出去外面买零食吃 这一大整天天天的高温都是30度以上 中午呢下了一点点雨但是还是很热 所以呢到了这个点太阳西阳西下了 我们就开始准备要去买零食吃 真的我真的回到村里我就彻底成了 村溜子街溜该溜子 就是没事干就要到处往外跑的 因为你待在自己家里面 然后楼顶上传下来的热量特别热 每天待在房间就跟个蒸笼似的 出来就感觉很凉爽 这附近呢我们这边村都是绿油油的 我们呢现在已经到镇上了 然后准备买点小零食吃 姐你要吃什么 吃什么 你要吃什么 吃鸡脚 鸡脚 鸡脚 我想吃蒜香味 小菜来你小菜 这么喜欢吃鸡爪 嗯 你觉得哪个好吃姐姐 我喜欢吃这个 这个脆 看我姐姐正在端心呢 挑着鸡爪 一样要一个嘛 你要想吃这个吗 再拿一个这个嘛 一个就好 一个啊 嗯 你要吃的话你再拿一个 嗯 弄两个嘛 你一样一个 你一样一个 好了 16块 你一样一样一样 好啦 走吧 走吧 好了我们现在呢已经回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 哎呀把这个鸡爪放到了 小盘子里面 更具观赏性 来给大家看一下具体 长什么样 给大家具体看一下 这个就是炸鸡爪 哎已经被我啃了一口 请忽略 然后这个呢 是那个 呃 比较有劲道的 那个白色的鸡爪 是辣的口味 酸辣 对 酸辣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这个叫做 玉莲花来说叫做五盒 实际上好像是 荷叶的劲 荷叶的劲 对 然后它是那个酸的 那种酸料 哎呀 好了可以开吃了 看我姐都津津有味的 一只鸡爪呢 就让它吃完了 哈哈哈哈 让我吃完 要吃第二只 不行 我要赶紧吃 哇 这个鸡爪超大 这鸡爪还蛮多的 可惜了 在屏幕前呢 你们吃不到 我就帮你们多吃几个 嗯 哇 特别龙安的好吃 真的 对 我上次买龙安的那个 也很出味 这个之前 他那家店老板做的 不是很出味 现在他做这个 很出味的 嗯 可能会加那个酱汁 很好吃 快吃一个这个酸的 酸料 五厚 五厚 嗯 那个荷叶的感 嗯 就很入味 很入味 很 很叫什么 就是比较提胃口 他们跟那个 吃饭啊 或者说 嗯 喝粥 如果肠胃啊 或者说你食欲不太好 可以吃这个 嗯 有一点酸酸辣辣的 我不知道在那个 其他地区有没有 但是玉林 通常卖那个熟食的地方 都会有这个的 很好吃 哎呀 再来一个这种白色的鸡管 酸辣味道 嗯 好吃 烤肉味 它这个肉 哇操 它这个肉 特别的厚 嗯 好吃 我觉得在家的日子 过得怎么样 还好 我在家过得还是蛮好的 可能会胖几斤 辣的 对 又辣 然后吃的又多 哈哈 喝口饮料 凉茶 干杯 嗯 太好喝了 哎呀 对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我昨天有去交了那个 学车 驾校的那个费用 交了4680 然后大早上的时候就 那个驾校的人就把我们带过去 去了车管所那边去体检 之后呢就回来了 然后昨天到现在呢 我正在刷那个科目一的 考试题目 很惭愧 我真的看 看题速度很慢 我是先去 背题 然后程序做题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也就 做了 120多道题 额 顶多应该不超过150道题 但是呢 那个 据说题库里面总共1700多道题 我在想着可能我要加快速度了 一天可能至少要刷个两把以上的题目才行 对 计划着呢 要大概刷个四五天了 题目了之后 再去叫驾校的人帮我预约科目一考试 主要是这么个计划 你看速度太慢了 速度慢那没办法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速度慢 酸酸甜甜 还有一只 哇 再来吃一个 哇塞 这个肉好多呀 快看 全是肉 骨头都很少 你说女孩子为什么喜欢吃鸡脚 不是啊 女孩子为什么喜欢吃鸡脚啊 只是问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夕阳西下咯 吃的真舒服感觉 好开心 然后呢 现在已经6点48了 准备7点钟 我们等一下要做晚饭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然后做个好梦 我们明天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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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